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验分析导向的知识 第二种是hermeneutic 诠释 诠释导向 第三种是批判 这三种分类事实上就是等于三种研究法 我们看一下批判分析 它说批判分析的目的 对不起 经验分析 它谈的是要找出绿泽 事实上这个导向就是维始主义 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一种维始主义的研究 它的导向是要找出所谓的绿泽就是自然绿 当然在你们研究上就是所谓量化研究 简单讲这是量化研究的导向 它认为量化研究是从经验界里面找出自然界里面的定律 然后来用 这是以维始主义做基础 那诠释导向简单 当然这就是执行研究 你们念过的执行研究 执行研究的诠释最主要是为了要理解 理解那个意义 它追求的是行为的意义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行为的意义 这是执行研究的导向 第三种是我们刚刚谈过的 就是说大家提到批判的导向 批判导向的目的就是要要求达到解放的目的 Emancipation 就是说批判的知识才能够使我们免于 被意识形态所控制 而这一种这种研究呢 在你们的研究法里面归在哪里 你们念过量化研究 执行研究 还有什么研究 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现在很多 好 所以也就是说 哈勃马斯的这个批判导向的观点 事实上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呢 是放到行动研究 我想行动研究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他是practitioner 就是说实际工作的人呢 就是一个研究者 而他的目的就是要改善现状 简单讲就是说 比如说你们明年去实习 那你去实习的时候 你国小的辅导老师 他的任务就是要把你们不太会教 变得比较会教书 对不对 所以严格讲起来 你们国小的辅导老师 对你们就是在做行动研究 他就要设计各种的treatment 各种的一个处置 treatment就是将医生在治疗病人一样 让你有办法变得比较会教 比如说 他如果要消除你的口头禅的话 他可能说我们来录音 录个五分钟 我们算一下有多少口头禅 如果算一百个 隔一个月或者隔两个礼拜 再算一次再录一次 也就是说他要用很明确的数据 让你知道说你口头禅太多 那个都有证据的 这个就是说行动研究 基本上我们看他的导向 就是说他是批判 但我们说批判 我们讲过批判是要怎么样 改善现状 对不对 严格讲起来量化跟量化研究跟直信研究 他们都只是在理解现状 他们只是在理解 只是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理解现状是什么回事 就是说自然科学 他要找出利则来理解 那我们人文现象 我们大部分用的是直信的方法 来理解人们行为的意义 但是理解完之后恐怕 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最后还是要怎么样 改善现状 所以批判的导向 就是说我们理解完了之后 都可以再加上批判 或者有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如果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研究我们教育机会均等或者不均等 我想我们大概现在没有人相信 我们的教育机会是均等 一下子又高学会 然后国小又出现很多的 所谓双语学校那些高学会的学校 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从经验上的资料 收集完之后 你确定我们在阶级或者在家长收入 他们小孩子的教育机会有所不均等 那你还是要从批判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 也就是说量化跟直信找到的东西 是帮我们了解现状 那了解现状完之后我们要改善现状 我们要采取什么批判的观点 批判的观点 所以哈勃马斯他在知识与讯息 这个文章里面了 他将知识他把知识分成三类 而这三类呢刚好就是我们在研究法里面 所谈到的三种研究导向 而批判呢最主要目的是让各位知道 批判导向呢是你们做行动研究的基础 就是说你在从事行动研究的时候 你等于是必须具备批判能力 批判能力 我想这个是比较深奥的地方了 因为一般研究所在谈这个东西 但是既然提到了 我们就做这样的说明 OK这张我们就算结束 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马上进入后线单 对刚刚的时候 这个有整篇的英文章 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给你